嘿!又來到我小丑女的沛耀山Studio 今天我們說什麼呢? 今天我們說美女 記得還是按個讚 然後訂閱我這個頻道 我們現在直接開始吧 這裡就說前兩天 網民在這個女團Corona粉絲群組 前夫反擊關注組舉辦了 前夫最愛十大美女選舉 其實我也在這個群 雖然我沒有參與這個投票 當中的候選人有30個人 包括Corona女團成員 或者一些ViuTV的女藝人 以及一些經常跟ViuTV合作的一些藝人 這個活動怎麼說呢? 就是比SumSum 最多SumSum那個就勝出的 既然我當時就沒有投票 那不如我現在在自己的台上投一下吧 看看誰在我心目中的三大美女 就是這30個裡面 其實有些我覺得 那個漂亮的程度是差不多 就是很難說 誰比較漂亮 所以 就 有些是我覺得比較難選擇的 但是呢 如果我頭不代表我喜歡她多一點 我是完全分得開 我覺得她漂亮一點 還有我喜歡她多一點 是完全兩回事 對我來說 那 那 我第一個呢 就 選家欣 家欣9896 我很喜歡她的那個 那個彎頭髮 其實我覺得她的直髮 沒有那麼漂亮 但是我覺得 那個彎頭髮真的很 很雷神 看到這張照片 她是 拍了一條影片 看了她那條影片 我是覺得她很漂亮 那第二個是誰呢 噔噔噔噔噔 就是 Yoyo 或者Jessica 對呀 選不到 我覺得那個等級差不多 你說只有一張照片的話 我覺得 Yoyo漂亮一點 但是 Jessica 我也有看過 試當真 我覺得Jessica 都很漂亮 那第三 對呀 我現在就是不跟店 沒有啊 我就是有兩個 行不行 那第三 就是 阿Dae 還有 阿Dae 我覺得是主要QQ多一點 她都漂亮的 但是我覺得她Q的感覺 是多於 我覺得她漂亮的感覺 那最後這個選舉的票數是怎樣呢 就說 花姐一開始是以1800票 就是成為這個選舉的票後 曾經力壓這個三甲女神 那最終她那個獎 就是什麼獎 就是民間前夫我前妻最喜愛獎 然後就是三甲 第三名是誰呢 第三名是QQ多女團Candy 然後第二名呢 就是Q多女團Ivy Show 之後呢 最後一名是誰呢 就是Q多女團阿Dae 然後呢 其實還有一些特別大獎 就是有一個叫做 前夫最愛最有魅力大獎 得主是誰呢 就是之前參加過全民造星4的參賽者 咖喱 其實我也很喜歡咖喱 即是她出了無奈 其實我猜不到她這麼快被人淘汰 有沒有搞錯 我突然心想 蛤 真的轉過頭 看了她無奈就淘汰了咖喱 即是為什麼會這樣 我完全看不透 即是如果你說 其實我不記得她哪個位被淘汰了 但是 總之 我就覺得太早淘汰咖喱 即是我覺得她唱歌和跳舞 都叫做OK 即是都可以看看 我也不明白的 是不是想她快點回去做醫生 所以淘汰了她 蛤 這是什麼道理 那呢 她拿這個獎 其實原來有原因的 就說呢 得獎條件是沒有加入女團 沒有跟任何公司簽約 但是呢 同時也是最受前夫歡迎的 另外呢 還有一個真是奇怪名的獎 就是黑肉美女獎 為什麼 即是 不知為什麼我立刻想起 那些黑團肉的朋友 那呢 她就說 家欣就拿了這個獎 以及陳海詠也拿了這個獎 然後大會更加表示 就說 誰說黑就是工人姐姐 黑不知多正 有質素才懂得欣賞 那這三十個候選名單裡面呢 誰又是你的三甲名單呢 其實我覺得更加多會 即整件事更加好玩 即如果是更加多 多美女可以看看 今次呢 我就跟你講到這裡了 大家記得在樓下說一下 你覺得是誰 是你心目中的三甲 跟我分享一下 我們下次再聊 拜拜